2023年,电视剧品之声点已经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荣誉名单也正式揭晓 一共27个奖项,其中17个演员奖 6个作品奖,还有其他制作人奖等 从荣誉名单来看 获奖的作品和演员主要集中在2021年到2022年播出的电视剧以及电视剧主演 不过,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东方卫视和央视播出的 当然也有少量的2023年前两个月的作品 其中《狂飙》是唯一一部只有在2023年播出获奖的作品 而像《县伟大院》,《破小东方》是横跨2022年和2023年的 《狂飙》是获得了品质榜样剧作《殊荣》 获此殊荣的电视剧还有《幸福到万家》 《新居》、《理想之城》、《突围》、《破小东方》 从豆瓣评分来看,《狂飙》无一最高,高达8.5分 而《理想之城》、《豆瓣》评分7.5 《幸福到万家》、《豆瓣》评分7.1 《破小东方》、《豆瓣》评分6.3 《新居》、《豆瓣》评分5.6 《突围》、《豆瓣》评分5.2 这样对比来看,《狂飙》无疑是最为实至名归 而像《破小东方》、《新居》、《楚围》这样不及格的剧 显然就分量不足 与《狂飙》并列,拉低了整个奖项的质量 演员方面,只有李一同一人获奖 关博这样说道,她是《狂飙》里个性开朗的梦郁 也是《特战荣耀》里《怀柔内刚》的爱千雪 回忆起拍摄《狂飙》的经历 李一同Q说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年龄跨度这么大的角色 希望以后还能尝试更大年龄跨度的角色 也在拍戏的过程中和各位老戏骨们学习到了演戏的松弛感 其实从奖项来看,最为主要还是靠着《特战荣耀》获奖的 这部剧是在2022年登方卫视播出的重要作品 主演《阳阳》也是获得了品质影响力巨星束荣 李一同只是刚好又出演了《狂飙》 又让她获得了不小的热度 但实际上,在《狂飙》中 李一同可以说是最无存在感的一位演员 尤其在《狂飙》大火之后,配角们纷纷出圈 可是她依然还是不温不火 甚至配角高业都已经完全超过了她 《巨火人》不火,李一同可真是体喊体质 对于《狂飙》来说,作为2023开年最为火爆的电视剧 如今热度还在 自然当下的各大奖项都会为其颁奖 但是更多奖项还要等下半年 《狂飙》才有机会参选 演员方面才会有着更多奖项 而如今之所以会在电视剧品质盛典上斩获殊荣 自然是其有着巨大热度 当然对于东方卫视来说意义非凡 截至目前 2023年东方卫视收视最高的剧集还是《狂飙》 自然要为《狂飙》颁发一个奖项 最终就获得了品质榜样剧作奖 在不久前结束的《微博之夜》上 《狂飙》获得了微博年度剧集的殊荣 演员方面高夜和李一同分别获奖 但是像张艺 张宋文也是未能拿到任何奖项 当然《微博之夜》的奖项 更多需要演员参加才有机会评选获奖 显然二人缺席盛典 自然就没有机会获奖 而对于如今的电视剧盛典 主要奖项主要集中在2022年的作品 那么对于狂飙来说 自然演员方面就无法获得更多奖项 但是在下一届盛典上 或许或有着惊艳表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 张宋文参演的京剧也是获得了奖 竹妍海青 童谣 冯绍峰也获了奖 虽然张宋文未获得任何奖项 但是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依然亮眼 不输主角 对于张宋文来说 如今才真正大获 等待他的奖项 殊荣也才刚刚开始 虽然在过往并没有获得多少奖项 但是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 所以奖项某种程度上也并不重要 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 甚至也只是一个面子问题 而像张义 在2022年也出演了不少剧集 但是并没有在东方卫视播出 自然也无法获奖 当然 张义早已是各大奖项放深 对于品质盛典这样含金量不足的奖项 于他而言 可有可无 对于狂飙来说 每个演员都奉献了精彩表演 当然也是各自都享受到了流量红利 尤其像张宋文和高叶 高叶在微博剧业上可谓大放光彩 享受到了一线演员的待遇 而张宋文近日也是拿到了个人首歌代言 不过却因为照片问题备受争议 最终更是又紧急撤下了所有物料 显然这一代言还并未敲定 但是对于张宋文来说 已经获得了资本的认可 如今只是官圈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了 狂飙的爆火 一个个优秀演员的火爆出圈 再次证明了好演员的春天来了 就像张宋文不久前的演讲所说的 只要跟扎得深扎得牢 那么终究会有一天成长为参天大树的